大家好,昨天我老公一天被骗了,57多块钱,这么聪明的人,举言他被骗 你们看,老公给他打电话 你说你不会退的,对不对 你说拿到货,你就钱收 我说两天三,你说行 是不是咱也看视频看过了 对,一到你那头,你又给我下架了 找回来吧 啊,怎么说的 寄过去,他又说不是那呀 说什么相机就有问题,这问题,那问题 还能整 你就为了省这几倍块钱,多卖这几倍块钱 那卖时候不是摊好了吗 买一个相机 买回来,说是心里没用没柴封,是没挤活 电池没有电,充满卖 你只能用50分钟,30分钟 这不都是你想要的吗 卖一个相机,为了多卖几倍块钱 在二手网站去卖 大家也听好了,一定叫警方上当 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在爱手网站 你也坦便宜的 对对对,我也是坦便宜 我本来买的那根本就补便宜 我昨天在爱手网站买了一个相机 卖了一个相机 买了相机,我被人骗了 卖了相机,又被骗了 记给他之前说,视频验货 验好之后,拿到手就确认收获 那现在呢?现在在压价呗 都价到了现在 然后货也给他手里了 所以说下次买什么东西,一定不要 还是买信就好 笑啥,笑啥的呢 买了也被骗,卖了又被骗 你不是自己聪明的吗 这聪明土偷了 怎么也能被骗呢 昨天一买回来哟 哎呀,老婆这个好,那个好 那本来那相机就好呀,对不对 你又不是没用呢? 是,弯了一种链,已用 傻眼了吧,啊? 傻眼没? 一种一个相机 续航能力不行,有没有? 就跟那样似的 续航能力不行,有没有? 我滚了,你说什么凤凉话呢? 我发现你说什么凤凉话呢? 谁跟说凤凉话的? 我来和你下去吃饭呢 我不吃,你不用管我 你从昨天那儿就这样 我能补你呀 走呗,吃饭呗 刑犯扩年,亏就亏呗 买就买了是不是? 或者寄出去了 就随他呗,亲他上呗 让他拼着良心给钱是不是? 那大奖也寄出去威秀了 该出多少钱出多少钱? 那这出多少钱威秀呢? 还不如买一新的了 我本来就两千多买人 我再加几百块钱威秀 你记懂啥呢? 你一开始就应该想到这点呢 我没以为人这么 饿呀 那你以为人是啥呀? 那亏难免的是不是? 买也亏,卖也亏,都在我站上了 我受不了了 你属人这松呀 就几千块钱 就给你打击倒了 踏不起来了 你咋不想象你属那也欠呢? 你这样想象是不是 行李平衡多了? 我平衡什么? 那书跟那有没有关系 这是叫骗书 那是自己弄的有问题 都一样呀 这还不是你直上有问题吗? 你是来叫活是吧? 我是来安慰你的 今天下午吃饭呢 就你这样的 行李装扮他一点事情 能干什么大事? 不要干什么大事 我就想这几千块钱怎么能弄回来 大家好 我老公这次是整得被骗惨了 老公 来来来来 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被骗的 说说细节 让重大 你吃饭呢 还不够丢人 让重大网友 下次卖东西闭一下坑来 说说看 我也挺好奇的 就是什么呢 大家如果网购的话 一定要在正规的平台 有保证的平台 一定要做好方范措施 我就是因为大意了 太相信人善了 就是注意一下 尽量大建立东西 一定要当面交易 不要在网上交易 很麻烦 而且很坑人 有你们想象不到的坑 我就是一个例子 就比如你 跳进去了 是吧 咱们本来上网上买 就是为了诗汇 结果如果你一个不注意 你就变得就是溃本 这诗话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 以我作为一个教训 是是是 辛苦你 验假一半 骗就骗呗 你说轻松 我骗就骗了 我帅受不了你 那么聪明 居然能被骗 如果整的秀不好 我给你买个新的大奖 还管 你买个新的 也是我签 也是家里签 我这个签 也不是 听你讲话 实在 好了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就吃饭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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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